hello各位 我是曝光新车的威斯 全新宝马X3很快就要发布了 新车具体会长啥样呢 它更像小号的宝马X5呢 还是像大号的宝马X1 新车它的动力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这一期给大家来一个完整的抢先曝光 走着 新车预测第78期 因为是换代车型 透过叠招呢 我们能很明显的发现 全新一代X3整体造型 相比于现款要更加的简约霸气一些 纯看照片呢 甚至会以为是宝马X5来到前脸 叠招上最明显的 依旧是这个双肾进气格上 不过大家大可放心的是 这家伙呢 并没有采用了一个被一顿纷纷的大哩孔设计 按照宝马的设计逻辑呢 应该依旧会有行政版和运动版双前脸设计 分别是竖线条中网纹力和横向线条中网 两种造成 虽然宝马X3 RX都采用了分体式灯组 但透过叠招呢 我们依旧能够发现 全新宝马X3还是传统的大灯的设计 本来呀 这个大灯内部 它的天使眼和如何设计 是很难预测的 但是呢 配件市场已经有了全新宝马X3的车灯配件 那具体长得一样就很明显了 类似路虎棒式引擎杆和大灯的切割方式呢 线入境的宝马XM RX 新武器 XE 这些换代车型都已经在用了 而且伪装车宣传视频里 宝马还在测试各种越野模式 这很难不让我怀疑 宝马是不是挖了怒火的工程师 再往下呢 是夸张的下进一口设计 外加形面转折阴影的变化 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预测出来 全新宝马X3的下进一口造型 夸张的大嘴造型啊 相比于以往的任何一代宝马X3 都要显得更加年轻和运动 来吧 效果图呢 我也做了三种 大家来看看 你更喜欢这个白色呢 灰色呢 还是这个炸裂的红色版本 其实最近呢 关于全新宝马X3 看着像大号宝马X1的舆论还挺多的 但是呢 我去仔细的看了一下叠照 发现这家伙的整体比例啊 其实更接近宝马X3 来到车侧 短前选 长后选 长车头的设计呢 依旧是经典的宝马燃油车笔 而窄侧窗 贯穿全车的上摇线 形面塑造方式啊 就很宝马X3了 动力方面 这家伙国内会有汽油 插电式混动 以及高性能版本 插混版呢 是2.0T发动机 电机的组 最大功率292马力 纯电续航旅程 63公里 对于在乎燃油经济性的用户啊 这是个好的选择 怎么样 这样的全新宝马X3 它的车侧设计 你能给几分 在车尾最显著的变化 就是排道框的位置 内嵌设计于尾门最下方 这个设计方式呢 也不陌生 因为全新的宝马X2 宝马M8 宝马X6M 这些车型啊 都已经在用类似的处理方式了 简洁的车尾 其实相比于车头呢 要好预测多了 两侧的尾灯呢 我觉得比线款X3的尾灯 要漂亮一些 线款X3改款之后的尾灯 很容易让我想到 女孩子的发侠造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 一样的感触 相比于外观的遮遮掩掩呢 全新宝马X3的内饰就很清晰了 对照全新5系 7系的内饰 基本就是大横屏 外加水晶 混为灯的组合 相比于现款呢 确实要年轻和科技感不少了 只不过这个直戳戳的放在方向盘前的横屏 多少显得设计没那么讲究 这种感觉呢 就像你花了特别大的精力 做了一套极具艺术感的家具 然后呢 你就去买了一个特别普通的电视 放在了家里 全新的燃油宝马X3呢 就被我们完整的曝光出来了 新的宝马IX3呢 不会和X3在同屏内生产 而是基于新的X概念车去生产 那新的IX3具体会长啥样呢 我们持续关注着叠照 后续有新的更多的消息了 给大家再做完整的抢先曝光 好了 我是喜欢玩坏各种系列品们的Wizzer 咱下期再见